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做庄呢 就是赌场 往往他跟闲家在这对博 他也下场 那么这里边要赌场对博 那么也就出现了赌场这种庄家 台湾人就把这庄家 他们往往就当做班客 那股市也就是赌场 台湾人觉得股市就跟赌场一样 它就跟赌场一样 但是这种庄家在中国没有 你除非交易所也下场对赌 你也自营交易 那就出现了 那么第二种庄家呢 是香港人的庄家提法 叫market maker 就是做市商 market maker 它这是另外一种交易制度 我们这股市现在是集中报价交易制度 自动撮合 那有些像二板市场 像美国的纳斯达克 他包括大宗交易 他有做市商 你买卖跟做市商发生行为 他是公开透明的 买也跟他发生 卖他也发生 他要维持市场的流动性 他是公开的 他赚多少 这叫公开 这是我们说的 这香港人把这叫庄家 那咱中国股市说像黄光玉这种算哪种 还有一种呢 还有一种 从美国到 包括香港也翻译过来的还有一个词 这个英文词叫munipulator 严格一翻过来 叫做非法操纵股价者 所以你要研究庄家制 就这三种庄家 前两种台湾 香港都叫庄家 后边这个munipulator 他叫非法操纵股价者 这才是我们说的 叫做黑庄恶庄 叫操纵股价 所以黄光玉这次 他犯的可能就是操纵股价 涉嫌你涉嫌你操纵股价 而且抓住你了 你 但是这个里边呢 你又考虑得考虑到把散布假消息 把别人忽悠进来 然后最后你跑了 就这种情况是顾民非常 哎呦 我现在 我觉着 我还有几万块钱股票呢 你知道吗 但是我发现我就不是干这事的人 为什么呢 我拐弯抹角饭桌上得来一消息 当时就让我买一个什么股票 然后我就拿几万块钱不是买了吗 买了之后 人家都跟我说的就是真真儿的 就是说一个月之后 他升到三十六的时候 你就卖了 然后呢 到后来我忘了 你知道吗 这不是概念 升到这次都金融风暴了 我查查 我说我还有几万块钱股票 变成三块六了吧 不对 但是我但是我一查 当时啊 一两个月之后 确实是升到过三十多块钱过呀 也就是说这消息 这个不稀奇 你想想看啊 最近有一个 咱们刚才在说妆 那个恶妆 就是吉林制药 他不是注入那个假肥的那个资产吗 就一下子升上几十倍 结果呢 后来又不注入了 因为媒体质疑很厉害 那个假肥就根本无法生产的 或者说生产成本非常高 你根本就值不了上百亿 然后他就注入不了 游戏被揭穿了嘛 对不对 都是谜底了 他就注入不了 读入不了之后 后来他那个就是公告之前一个礼拜 第二大股东全部套钱套走 这个就叫做 就典型的 你这里边现在中国没弄清楚在哪呢 就是把这大户和机构啊 都叫庄家 这个也有点问题 是吧 因为大户一买 这股价肯定动 对 他大户啊 所以你要把这些都叫庄家 这也不行 你还得发展机构投机练 那么我们又有一个非法操纵股价者 所以要严格界定这两种情况 对 我打个岔 那天聊 就说你们这个石教授这个上书救世这事 有一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 就是说呢 就像在香港也有人说嘛 就是说这个有些这个股民 你这个投机嘛 你本身就是赌徒 他们就认为 你就赌嘛 那你都愿赌服输嘛 你输了就怎么你输了 你要政府救你呢 你还没回答我这个问题呢 为什么要建立这股市新文化呢 其实我们完成股改之后一个很重要的顺略是要建立股市的新文化 要推翻这旧文化 这旧文化是指什么呢 就台湾股市啊 这个赌场 这个台湾的股市旧文化 加上大陆股市赌场论的这种杂交 现在把中国的资本市场搞乱了 这搞乱以后呢 就认为股市就是赌场 股民是赌徒 那你这到关键时刻 政府它很难 一般人来说 你说抗战旧灾 这年初雪灾 现在大家都能去慰慰 这股灾这二十万亿没了 没有见到谁去到证券营业部去慰慰慰慰慰 这老觉得这要跟这赌徒要沾上 这个因素是有的 那不是吗 所以现在问题就回答你这问题 就香港这个问题 如果是一个自然的市场经济的反应 你就得 你这个在市场里你买卖它下跌 这东西你就应该 你判断错误了 股民一般来说也没有闹市了 现在我们这几年的政策是啊 就往往是市场股民判断之前政府出手了 先把股市逮去了 所以股民他心里边他就觉得 我这市场两个原因 第一个我这泡沫你给我刺破了 我赔钱 我有怨言 第二个呢 就是他高的时候你崩 动了他一下 低的时候呢 低到一定程度了 那么现在你应该承认有些政策的因素在里边导致的 我是希望你能够出手把那些不合理的政策推翻掉 但是我们这次严格说 它并不是旧市 所以今天咱不能解释这概念 中国股市本身现在不是旧的问题 它把不合理的一些制度性的障碍消除的问题 本来就是政策是 你想想看 刚才我们说那个大小限的问题 它就是一个新股发行制度 你八九十倍市盈率 百分之九十不流口 你也没告诉大家 对不对 然后你这个询价制度又是机构在一起连在一起的 你这个让股民去买 这还不 大家都成赌徒了 只有投机嘛 还有就是我们让大股东自所 是因为这没有说是政府 就是双方股东都看到这么跌下去 咱多输 咱们双赢 所以这也不谈不上是 所以我就觉得这刘教授有个提法 这让我觉得挺新鲜 就是这个股市的关键的问题是文化 怎么称文化 所以你比如我为什么谈文化问题呢 就是股市里边啊 首先你对 比如说我们股市的功能问题 它是试个什么 比如股市里又没有增值功能 还是纯属赌场 如果赌场就是零和游戏 我刚才跟你谈股民老张这首歌 这首歌影响很大 他最后就说 这里不是地狱 也不是天堂 那不是银行 也不是赌场 那离不开的股市下不了的岗 这就是发展中的证券市场 说来说去也没说明白 他说股票市场是证券市场 刘老师 现在歌可惨多了 就是有个很多股民现在传唱的叫老婆别哭 就模仿文川地震的时候 那个就是孩子别走 那个别哭 那个特别凄惨 然后你说文化问题 这首歌歌词后边还有 说我来到这里的动机并不高尚 我起的作用却能新国安保 离不开的股市下不了的岗 这是发展中的证券市场 还有一个就是我揣着 我揣着一分梦想和九分坚强 六千万里 但那会还六千万 现在九千万了 九千万里有我一个股民老丈 所以他谈这个歌词的意思也是说明两点 说这股市什么 你说也不是低 也不是天堂 也不是银行 也不是赌场 那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跟当时我们证监会上市部的一个谢庚主任 他对文化问题也很有研究 就找到这个作者就聊天 我们本来认为 你看他这个境界很高 你说这个作者说 你说你不是地域 也不是天堂 不是银行 也不是赌场 那你说是什么 你总不能说股票市场 股票市场吧 他说想了半天 他说 股市是个娱乐场 他说你看老头老太多高兴啊 我是弹吉特作曲 大家热闹 找到了感觉 一会一会高兴 一会忧伤 他解释不了 所以本来我还想拔高总结总结的 这个秋科很聪明的这个上司 娱乐场啊 对我这不炒股的叫娱乐场 对炒股的叫修罗场 你说文化问题是不是得解释 对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是吧 刚才讲了 这股市还有什么高尚不高尚可言 是啊 你说股民承担这么多风险 但是他自己也觉得自己 我来到这里的动机并不高尚 所以我起的作用才能幸福安防 那你说这个问题要讨论起来 储蓄那还保险 人还都说储蓄光荣 怎么低到股市它就都不高尚了呢 所以这种文化的观念啊 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 清商对实力者阶层的批判 特别是有传统的 再加上说股市是赌场 我们现在股市这个钱是哪来的 这些都没证明 其实我觉得 股票没有增值功能 就这么一问题 我挣的钱是不是从别人那儿赔的钱 这个问题都没有正确回答 这跟文化有关系 虽然说我觉得股民挺惨的 但是很多人觉得 我从赌徒身上捞一票就捞一票 一点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也没有觉得破坏游戏规则 他就是把那个投资者当作赌徒来 那你如果这么想的话 那就回到刚才文涛提到了 香港那个 这个讨论赔堂了之后 也有人说 你们自己搞投机 你们赌徒 你们赔了钱 你让政府就是 对 这问题怎么解释 但是问题是 这个整个全是政策式 我想这个股民 股民做出的贡献 其实我想股民自己都非常有 就是那个刘老师 你想想看 央企整个的我们国企改革 离得开资本市场嘛 离得开投资者的钱嘛 那么多钱投进去 就这个国企 这个国企现在才稍微好一点呢 而且还会源源不断的投啊 不是 这个你讲到这个文化道德问题 最近我是看一些经济学家的书啊 经济学家也聊道德 就我就得到一种想法 这很重要 就是说呀 实际上这个人呢 他这个自私 自利 它是个很重要的事 你假设说如果人都不为了自己着想 说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 那这个市场无从建立 我必须假定你是你需要什么 你要改善追求个人的幸福 但是问题在于呢 你追求追求之后呢 这个里边就一个悖论 追求到底你会发现呢 你必须尊重每个人的自私 咱们定立一个玩法 这样可以让每个人的自私 得到最大限度的平衡 所以呢 这就说到一个在中国吧 你常常就会感觉到啊 你像老中国人的那些生存哲学 黄光玉这事一出 大家饭桌上就感慨了 就是木秀于林呢 风必摧之啊 人呢千万别当第一啊 而且啊 别露覆 做事别做绝对吧 就是说你差不多就行了 留有余地 甚至就那天咱们讲的这问题 我都我听不理解 我说像黄光玉这人 这真是一个很高境界的 不是我的境界 就是说挣那么多钱干什么呢 你你你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而且还是这么剃刀边缘 这么玩 我我倒不觉得说他挣钱什么 有的人就喜欢挣钱 就有一类他商人 他就喜欢挣钱 他挣得多 对社会也有利 没什么不好 我倒不从这角度来考虑 在黄光玉这里边呢 但有一点就是 我先说一下 就是你比如说 我觉得黄光玉挣钱 没什么不好 关键的问题是 他是否伤害了别人的利益 触犯了法律 对 这是关键 比如说他伤害了投资者的利益 第二他伤害银行的利益 第三他伤害了商家的利益 那我就觉得奇怪了 他伤害那么多人 为什么没人阻止他 公开博弈的平台在哪 比如说他那个把压加压的太低 中国家电企业就无法活了 这个利益在5%以下 甚至只有1% 他根本无法创新了 所以这是家电 那个中外的家电厂商一打仗 国内家电厂商又输了 对不对 因为他利益太薄了 那么但是为什么就是说 他就是打不过那个国美呢 家电厂商为什么不能联手呢 也曾经试图联手 我们的博弈平台必须要建立 我觉得这才是关键 但这里边实际上我们在谈 你在追求财富的过程当中 你都有这么多财富了 干嘛还要去追求这种违法的这种风险 还要积累 难道钱不够吗 回答这个问题 您怎么回答的 所以我就讲 我们的有些企业家 严格来说 文化素质的增长 人生观的调整和财富的增长 没有同步 其实想开一点 像 黄光玉这样的财富的积累 他在创造 基本都是社会的 他自己能消费多少 是啊 是你说私道疾处即为功 这个这个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美国人为什么 对这个财富观比我们认识的更清晰一些 你像那个卡内基他就谈 一个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人生的一种耻辱 所以他要几百个富翁联名 他要征收 在这个遗产税的比率调整上 希望顶得更高一些 留给他的子孙 把他子孙也耽误了 他自己也消费不了 所以他们财富观发生变化 你当然了 我们实际上从计划体制调到今天 对两个问题要认识 一种是公道即出即为私 所以咱们得改革 你说是不是 是吧 公道即出即为私 这个要解决 再一个呢 我们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 也得把我们这些企业家 特别是像像黄光玉这样的 他在完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 他必要的时候积累到一定阶段啊 从文化各人生观各个角度 恐怕都得进行一次 对全面的一个 你就说他的是不是 我就怀疑 这是不是他的一种满足感 成功感的来源 就是说这个数字 我这个几百亿 就代表我很牛 或者说我就很很成功 他其实是这样 我其实他是有不同阶段企业家 我觉得中国企业家 还是丛林企业家 就他的游戏规则还没建立起来 我们看啊 英国十七十八世纪 当时是什么羊吃人了 圈地了 血汗的煤矿了 不是中国有啊 当时英国全有的 对不对 但是他当时在一个工业发社会的发展初期 就是这样的企业家 就是还包括美国 你看那个在光荣与梦想里头 还有很多那个美国历史书 那个那时候美国商人造假药 造造走私酒 对不对 全都有的 如果不是说那个一战之前 一战之前的美国是非常糟糕的 那我问你啊 像英美历史上这些血淋淋的第一桶金 他后来清算了吗 那这里边的原始积累 实际上都非常残酷 这里边严格来说 你说这没这是没法清算的 是吧 你如果积累当中 或者你很痛苦的死去 或者你被法律抓住 那只有这两种结果 没有历史在回答的 因为法律上有一个追溯期 你过了追溯期就不能停了 那么我就说 一般往往为什么说原始积累 初期这人都冒险呢 那会他没有这么多财富 他没有这么多名框 没有这么多负担 没负担 他就搏一把了 反正我也穷 对对对 但是问题是 你一旦有了这么多财富之后 你的经营模式还延续爆发的 这个思想境界 孩子们冒险 这就是财富观没调整正确 你这会儿和你无产者的 那会儿的境界不一样 你说在这种情况 特别是你这种思维的方式 你还延续投机取巧 这咱们大家有争议 还违法违规 你还沿用这种经营手法 形成一种惯性 是作为你已经是一个名人 名富人之后 那我们就有点不明白了 你已经财富到了 干嘛还要违法 是吧 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这些 这个问题的关键 实际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那就是说 他一个是法律的界定上 他不完全 我认为啊 不完全是说追求数字越大越好 他有的时候想把这件事干成 比如说这壳 我想把它运作完 这个运作完的时候呢 这个界限 有的时候他不好把握 你比如说他连拉十个涨停 我就说这个连拉十个涨停 这个如果机构拉十个涨停 会是会是什么结局 正常的 和这种非法操纵股价者 他散布假消息没有 是吧 所以这里边可能由于知识的不够 他没有掌握 也有是无益的 但也可能是惯了 从起家那会就这么过来了 忘了自己这会儿已经是一名副人 没有经过一个人生财富观的调整 还延续老大吧 就是把原始革命的精神一直发挥到现在 违法违规致富 咱们接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 野太你 我唱起歌来了 野太你觉得这人性本摊 跟这你这经济学有什么矛盾呢 人性本摊 其实从市场来说的话 这个人性摊 它是一个自然的前提 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常量在那儿的 有了人性摊 才有了市场 才有了游戏规则 才有了一切 那么才有了这个互相博弈的这些 但是你看有人举例子 有人拿黄光玉 跟那个刘永行 就那个希望的那个比 刘永行也是个首富 福布斯的那个首富 说这个刘永行兄弟啊 他就是你看 他都不上市 对上市一直心存 很多这个考虑 就那意思我要稳稳当当的 我投资什么都是拿我自个赚来的钱 自有资金 我去投 而且我守我的这个本 这个饲料 我这些饲料 哎 他就两种就比 似乎一个是代表稳健 另一种就代表这种冒进太猛 他其实刘氏兄弟里头啊 确实是做实业为主 但是刘永好跟刘永勤是不一样的 刘永勤其实也参股金融 就是民生银行那个 他他其实也是参股的 但是呢 刘永勤他自己说过 就是把实业当做一个他的主体 如果我实业资金链不够 我宁可卖掉金融这一块 整个投资这一块 我要保住我实业这一块 然后他整个的实业链条很清楚 他两大主业嘛 一个饲料 一个是铝业嘛 他两大主业 但是刘永好就不一样 刘永好相当激进在投资方面 他又有投资公司 又参股银行 他还是很激进的 但是所有的这一切 我看呢 都围绕着这么一个股市在发生 所以咱们今天谈的啊 就对这个中国这个股市 到底该怎么看 其实刚才那个刘老师说了很多 就是我觉得对违法违规行为 确实应该惩处啊 如果确实的话 但是还有一点 就是说我们的制度漏洞 也应该补上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啊 刚才我们在说借壳上 是有几种壳的情况 对不对 为什么壳这么值钱呀 因为他你国外他也有这个买 或者并购啊 重组 他主要是你并购之后 成为我企业的一部分 你比如花旗跟旅行者集团 对不对 那么你并购进来之后 我的这个整个有机部分组成了 然后可口可乐 我并购了会员 我果汁这部分就成为中国第一了 那么我去并购它 因为对我来说是一个增量资产 对不对 有机组成部分 但我们很多一个烂壳去买它 为什么 就完全没必要的 我就觉得这个方面制度有点漏洞 要补上 所以这个谈到经济学上对人性贪的问题啊 实际上它是谈假设每一个人都是利己的 这种利己呢 用私密的理论就是说像一只看不见的时候 每个人在利己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 调动了他的机器性 使总体的社会的财富得到了最大的增长 利益得到了最大化 所以这里边 那就是一定是假设一个是利己人的存在 那么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原始冲动 这是经济学的解释 但是在这个利己当中 你不能够损人 不能够违法 这就是我们刚才这个话题的根本了 你要在能够真实经济手法的背景下 我当想 我觉得中国企业最苦的还不是这个 而是在国外吃了亏 人家还是合法的 你还说不出来 这像森南店这样 那才真叫苦 他跟高盛对赌 你说高盛 明摆着高盛以前就坑过这陈九龄网 发现又坑斯南店 斯南店被坑了 说不出的苦啊 哑不出光联 对啊